贪污制罪条例105年6月22日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严惩贪污 澄清立志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规范对象 公务员犯本条例之罪者 以本条例处断 第三条共犯之适用 与前条人员共犯本条例之罪者 以以本条例处断 第四条重大贪污行为之处罚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处无其徒刑或十年以上有其徒刑 的并科新台币1亿元以下罚金 1.窃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 财务者 2.借事或借端勒索 勒征 强占或强木财务者 3.建筑或经办公用工程或购办公用器材 物品 福报价额 数量 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4.以公用运输工具装运为禁物品或漏税物品者 5.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 要求 其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项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罚之 5.重度贪污行为之处罚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并科新台币六千万元以下罚金 1.意图得利 善提或截留公款或违背法令收募税捐或公债者 2.利用职务上之机会 以诈述使人将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3.对于职务上之行为 要求 其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项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未遂犯罚之 第六条 轻度贪污行为之处罚 有下列行为之一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并科新台币三千万元以下罚金 1.意图得利 一流不发职务上应发之财务者 2.募集款项或征用土地 财务 从中舞弊者 3.窃取或侵占职务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 财务者 4.对于主管或监督之事物 明知违背法律 法律授权之法规命令 职权命令 自治条例 自治规则 违办规则或其他对多数不特定人民 就一般事项所作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之规定 直接或间接图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因而获得利益者 5.对于非主管或监督之事物 明知违背法律 法律授权之法规命令 职权命令 自治条例 自治规则 违办规则或其他对多数不特定人民 就一般事项所作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之规定 利用职权机会或身分图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因而获得利益者 前项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未遂犯法之 第六条之一 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之认定 与法则 公务员犯下列各款所列罪嫌之一 检察官于侦查中 发现公务员本人及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自公务员涉嫌犯罪时及其后三年内 有财产增加与收入显不相当时 的命本人就来源可疑之财产提出说明 无正当理由未未说明 无法提出合理说明或说明不实者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病科不明来源财产额度以下之罚金 一第四条至前条之罪 二刑法第121条第1项 第122条第1项至第3项 第123条至第125条 第127条第1项 第128条至第130条 第131条第1项 第132条第1项 第133条 第231条第2项 第231条之1第3项 第270条 第296条之1第5项之罪 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9条之罪 四承治走私条例第10条第1项之罪 五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15条之罪 六人口贩运防治法第36条之罪 七枪炮弹药刀屑管治条例第16条之罪 八药事法第89条之罪 九包庇他人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之罪 十其他假借职务上之权利 机会或方法所犯之罪 第七条 调查追诉审判人员加重其刑 有调查追诉或审判职务之人员 犯第四条第1项 调查追诉 调查追诉